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学习这个单元 这个单元呢 我们依然要学习的是 平面上的线性变换 我们这一节课 它的学习目标 一 我们一样哦 要透过Jargebra 这个数学软体来观察 什么是近色矩阵 也就是对称啦 好 第二个 我们要透过Jargebra 这个软体来观察 点的近色 也就是点的对称哦 至于详细的证明 跟试题的讲解内容 那个在 其他的比较小的小节当中 那么请同学再参考咯 那么有关于 今天老师要示范的Jargebra 数学软体呢 等一下老师会显现 那个QRcode给你看咯 好 我们先复习一下 假设呢 有一个直线L 它是通过直角坐标 一个O点 而且看S轴正方向 我们夹角 设为2分之C 这个是为了要公式 记忆方便哦 所以我们会假设它是2分之C 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哦 好 那么如果点呢 对直线L它的近色 也就是说 它的对称变换至P' 那P' 我们假设是S' Y' 其中呢 这个S' 其实最后就会是S' cosθ加Ysinθ 也就是这个角度 是它夹角的两倍哦 Y'等于Ssinθ-Ycosθ 哦 所以呢 我们这样的S'跟Y' 可以用这样的矩阵来表示哦 什么样的矩阵来表示呢 好 S'跟Y'可以表示成这个 cos sine sine 负cosine 这样的矩阵去乘上SY 记得哦 矩阵相乘前面取列后面取航 对应元素相乘相加 那么呢 这个cosSine Sine 负cos 我们把它称为近色矩阵 诶同学有没有发现 它还其实还蛮好记得 就是 主对角线都是cos 不过这个加一个负号 负对角线就是Sine 诶 它跟旋转矩阵还颇有点像 对不对 旋转矩阵的这个负号不在这里哦 旋转矩阵的负号在上面这个Sine哦 好同学要小心 而且这个角度其实是 这个夹角的两倍哦 好 我们接下来呢 老师会有一个近色矩阵的 Argebra软体来去示范 那如果同学想要这样的软体的话 请同学 扫描这个QR Code用载具去下载哦 老师这个示范的这个页面解析度呢 是用1366乘768 比较低的解析度 比较方便同学下载跟操作 还有是16比9的画面哦 好 期待今天的学习哦 好的同学 那么当我们打开了这个 Argebra这个近色矩阵的GGB软体之后呢 映入眼帘的呢 是这里有一个绘图区 这边有个视算表 那这个视算表就是在做矩阵的变化 同学可以看看哦 然后这边有些数字 这个就是A矩阵就是这个 这个近色矩阵在这里 这四个然后呢这个31就是这个原来的P点坐标 在这里然后呢他的近色矩阵P Pprong点坐标这个就是Pprong点坐标 在这里这里有Pprong点的坐标 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这样操作啦 好比说我们现在可以利用呢这个动点呢A去移动这个L的这个线 因为它这个我们假设呢L呢会通过这个原点 好那我们这样子移动 那移动会发生什么事呢 哦它的斜率是不是就改变了 像这里就是0 这里就是慢慢往无限大 然后这里就是负的对不对 好再来一件事情 好我们这个近色矩阵是设什么呢 设定这里 假设呢这一个直线跟正向一手夾角 叫2分之θ 那么呢所谓的近色矩阵就是 主对角线是cosθ负cosθ 再来呢sinθ跟sinθ负对角线是这样 好这个近色矩阵乘上原来的P点坐标 就是得到的是它的对称 也就是近色矩阵哦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改变这个 呃本来P的坐标 好比说我改成52 同学就可以在这边改哦 好再点两下然后拉动 完了就enter 你看这个P52在这边 好那现在θ呢 2分之θ 就它这个夹角大概是30多度 30多度 所以它对应到的近色的点呢 就是4跟3点多 那当我这边移动 你们发现 好就越来越怎么样 好这个点对 这个直线的近色坐标 好就会跟着改变哦 好你看它负的到这边 好那比较特殊的是什么呢 好比较特殊的 好比说 有些特殊的点啊 好比说呢 这个P点叫做 呃好比说30 3 40好了 40 好你看在这里 那它的近色 就对应到这里 对不对 这还蛮 这其实同学可以算 不过同学要注意哦 因为老师用这个软体 只是要说明它近色的一种现象 这个坐标算出来只是一个相视值 因为它可能会有个根号3啊 根号2之类的哦 所以这个出来就是一个相视 啊近视值而已啦 你看好那么你看我如果直线在这里 它它当然对称 那如果直线在这里呢 好再歪走 哎那它的这个近色就在轴上 好这个40就到负40左右了 好就到这个负40了 好因为老师它再移一下 你看40 好那这个线呢 好是在Y轴上的话 它的近色就是负40了 同样道理可以移过来 好那同学可以去做一下 把这个软体下载来去玩玩看哦 这个还蛮好玩的 然后再仔细观察 好这里是最后的改变哦 同学你可以看哦 当这个角度啊 从0开始慢慢变化的时候 它是这个坐标Pprong 是怎么样去做对应的呢 好那以上呢 就是这个软体的操作说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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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